南加州恩平同乡会2023新一届就职庆典新闻发布会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美国南加州广东恩平同乡会会长冯延成 监事长方杰州 秘书长张军凡 副会长郑雪英 财务长郑伟林 顾问何国宏 李氏陈思敏等出席了本次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讲话 冯延成会长首先在发布会上回顾历史并感慨先贤 美国南加州广东恩平同乡会成立于1910年 至今已经有113年历史 恩平同乡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祖国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我当了会长以后 我呢就第一个把所有的恩平乡亲团结在我们同乡会的周围 第二个支持我们中美关系 这个永远友好 第三个准备一系列的活动 就说有准备经历这个恩平同乡会这个会员活动中心 冯延成会长也宣布将于10月29日在位于洛杉矶圣盖博的喜来登大酒店 举行美国南加州广东恩平同乡会新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监事长方杰周 副会长郑学英 财务长郑伟林 顾问何国宏 理事陈思敏 秘书长张军凡也先后发言 他们纷纷表示将既往开来把会晤发扬光大 为乡亲 为下一代 为社区尽一份力 出席当天活动的还有副会长吴光泉 吴思雄及夫人 李氏 吴凤群 曾金月 何景英 David Lee 梁文香 陈翠平 Fanny Liao Vincent Liao等 北美高校联合会主席陈征 恩平同乡会法律顾问华强律师也应邀出席 凤凰卫视林安琴 洛杉矶报道